做飲食比金融困難 如果投資三十萬元股票 回館期只要你拿到的機會 一定會比做實業更快 我之前是做金融機構 大概做了十三年左右 幫客戶買股票 當然自己也會買一份 所以今次到年初 都覺得市業開始有些問題 提早通知客戶 遇到同事的時候 便會選擇不做事 我跟客戶說 未來市況會算差 不如大家不要買東西 叫他們清貨 我便自己回家 無限在家裡沒甚麼要做 今次決定了 今年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他老婆提議攪檔生意仔 開頭都未想好做些甚麼 有一次去旅行 酒店附近 見到有一間店舖 很多人排隊 吃甚麼 後來發現原來是吃佛斯坦糕 香港沒得吃 於是他決定了回韓州拜師學藝 開一間烘焙店 以我的考究 佛斯坦糕起源於台灣 後來傳到大陸 在大陸很火紅 他的靈魂在哪裏呢 就是加了一些肉鬆絲 那些肉鬆絲是雞肉鬆 蛋糕又很鬆軟 但又不會有那種肉鬆的味道 只是有一種煙煙韌韌的口感 不過不做都不知辛苦 即使經歷過大大小小廣古起跌的Vincent 面對著這間小店都很頭癢 以前每天都在辦公室那裏 探一下冷氣 只是對著螢幕 然後看看股價 每天就是這樣 但來到這裏又很不同 每天都對著不同的客 自己要到場做銷售 怎樣去推介一些產品 每天都要考慮貨 夠不夠 看看今天的營業額夠不夠 怎樣辦妥提高營業額 客人喜歡吃我的食物呢 會不會今天的食物做得不好呢 很多東西會煩惱的 很多層面的東西 但做股票不會 一贏一輸 隨時可以走 可以不做 你買一隻股票 你今天買 可以立即即日 就已經可以平倉 不玩又可以買另一隻 但如果這個店的話 我就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去經營這份生意 是真的自己的生意 如果股票的話 是別人的生意 是兩回事 都投資了大概三十幾萬 但是呢 我希望我的人生 要有多些其他不同的經驗 要有不同的嘗試 所以我選擇了開這個店 在股票市場 你賺到可能都是一些 都是錢 在這裡 我們賺到的是 一些經營的經驗 還有一些人情味 一次的成功與否 我覺得呢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價值